这个腊染也是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接触 做这个腊染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学好布 因为这个布的好画跟这个染色的有一定很大的关系 在我们那边主要是用这个土布 我们自己家织的这个土布来画 这个腊染呢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它的主要是产生于农军 长江中游的农军民族 后来历史的原因 在长江中游的这些少数民族 有苗族 瑶族 布衣族 等等 这些民族呢就西迁 西迁到了西南 中国的西南 比如贵州 四川 明南 等等 然后就把这个画好的这个画 把它放到先把它打湿水了以后 放到那个来店里边染 染20分钟然后拿出来氧化10分钟 然后又继续染 估计要染到20次左右 染好了以后就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然后就用卡水来退蜡 然后把它放到卡水里边 然后它那个蜡就会浮上来 就是画好的那个蜡它就会浮上来 浮上来以后我们要回收那个蜡 要就是滑饱嘛 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用 就是把它咬出那个蜡 放好下一次就也可以还用 就退蜡好了以后 就拿这个就平常这水洗 洗干净了把它晾干 然后我们弄好了这个布以后 我们就会把它做成漂亮的衣服 就等我们出嫁的时候也可以穿 就比如我这个衣服就是我们的圣装 现在要加强这个文化的保护 不但是要保护它的公益性 更重要的要保护它的文化的内涵 所以我们的审美学和现在的公益学 才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 那个传统文化的保护才是全面的 如果单方面的保护那是不是全面的